翔龙县瑞迎新春花莲市公所16号上午 特别在静丰园区举办新春团拜活动 由市长魏佳燕率领全体的同仁 向与会的各界贵宾恭贺欣喜 除了感谢各界在过去一年的支持 鼓励与鞭策 也表示公所团队会更奋力的迈进开辟新局 祝福大家好运隆综来 华莲市公所新春团拜活动 16号上午在静丰园区盛大登场 由花莲妇女家庭合唱团带来的精彩表演 为活动正式揭开序幕 新年快乐 恭喜 恭喜 市长魏佳燕主任秘书欧美华 以及各科室主管 依需带领同仁上台拱手拜年 而市长魏佳燕也感谢各界团结 为华莲市做出贡献 回顾过去一年精彩不断屡创高峰 无论是在市政建设 社福照护 城市外交 以及运动观光等方面 都取得亮眼成果 在佳燕第一年上任 也要谢谢大家的一个鞭策跟一个指导 也谢谢大家的鼓励 那我们也希望说今年 在市政的部分 我们能够推展的更顺利 那也跟各位报告 在过去的一年 我们有桥梁的一个修缮 那包括农宾桥 那还有我们争取到三号桥的一个修缮 那更有很多的一个人行道的周边的一个改善案 那我们的历青等等 那还有规划了非常多的一个活动 包括海事生活节 那我们的马拉松 那还有我们外交的一个部分 我们也掌握在今年度也跟一佐市签了新的一个 我们的友好的一个协定 那未来我们希望在今年度 我们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成绩 那今年度也争取了非常多校园周边的人行道的一个改善 那我想观光的城市 我们希望越来越好 那也期盼 我们能够跟中央跟花莲县政府 能够争取更多的经费 来不管是花莲市的软体 硬体 我们都全力的来打造更好的一个城市 在这边要谢谢我们所有的先进 给我们非常大的鼓励 那我们一起来为花莲市加油 市长维嘉燕也表示 公所不管是在园民还是客家 文化传承的工作也将持续生根不间断 除了要感谢同仁们投注新例外 也要感谢市民代表会的编册 以及在预算上的支持 另外今年度也在多位议员 以及市民代表的共同努力争取下 获得环境部及县府核定补助9台垃圾车 希望在政策及预算经费上 给予清洁人员更多的支持 也祝福大家平安又顺心 记者徐立芹花莲市报道